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芬兰教育全球第一》的秘密 芬兰教育全球第一?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全球教育第一不应该是美国吗? 还有啊,不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最扎实吗? 估计一听到这个书名,大家都会提出很多意义 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的话,芬兰青少年的确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 他的基础教育的确是全球第一 世界经合组织从2000年起,每隔三年就会对全世界的15岁学生 组织一次名为国际学生评量计划的学习水平测试 我们下面会简称为PISA测试 这项测试是世界上公认的衡量基础教育素质的标杆 它主要针对学生的阅读、科学和数学能力进行评估 最近的一次PISA测试是在2015年 有超过53万名学生代表72个国家与地区参与 芬兰是15年间唯一稳定坚守榜单前五的国家 其中连续三届它还都是第一 芬兰学生们不止在阅读、解决问题能力上的评比排行高居不下 在数学、自然科学等项目上也和亚洲学生旗鼓相当 更可贵的是在参加测试的72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当中 没有通过这个测试的平均比例超过20% 但是芬兰学生的失败率却不到5% 而且你可别忘了 芬兰这个北欧小国虽然才550万人口 却孕育出了文明世界的品牌诺基亚和愤怒的小鸟 它的创新指数高居全球前列 而这些都与芬兰的基础教育不无关系 也正因为如此 就连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都强烈建议欧美各国的领导人 暂时放下所有活动回到芬兰的学校上课 那么芬兰的基础教育为什么这么牛呢 芬兰基础教育的基本状况主要能总结为三个少 第一个少是上课少 比方说芬兰小学的必修课平均每年只有651个学识 比欧洲平均值少了83个小时 是中国小学的一半多一点 第二个少是考试少 芬兰孩子在小学和初中几乎没有任何考试 最多呢只有一些小测试 学生只有在12年级的时候进行一次高中毕业考试 芬兰的高中课程也不是以考试分数来评定学生的 而是采取学分制 一般高中生在2到4年间必须修完75个学分 其中呢20%的学分为弹性选修课 第三个少 作业少 比方说哈只有2%的芬兰中学生每周在下课之后花4个小时去学数学 美国的这一数字呢却是芬兰的7倍 咱们再想想哈中国的孩子每周放学之后要花多少时间上各种补习班啊 大家听到这里呢可能都会问为什么上课少考试少作业少反而缔造了全世界最聪明的孩子和最顶尖的创新产业呢 本书的作者陈之华带着这个疑问走进芬兰各地的中小学 陈之华来自中国台湾是两位女孩的妈妈 她是英国曼彻斯特都会大学的视觉传播硕士 旅居芬兰六年也曾经呢在英国美国等国居住多年 她以家长的视角透过孩子的求学过程和亲身体验寻找芬兰教育全球第一的秘密 那么到底芬兰教育凭什么攫取了全球艳线的目光 为什么不竞争的教育却有着全球竞争力 这些我们能学得会吗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芬兰教育的秘密 芬兰教育的第一个秘密是老师像个真正在开拓的创业家 世界经合组织的官员停驾芬兰的老师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 多数国家的教育就像是汽车工厂 但是在芬兰老师却像是真正在开拓的创业家 为什么说芬兰老师更像是一个创业家 而不是汽车装配工呢 因为芬兰老师更具有创造力 首先呢在芬兰老师有充分的教学自由度与课程自主权 他们可以自行选择教材和教学内容 甚至是决定教学进度 每天呢芬兰的老师们通常只花四个小时来上课 其他的时间都用于课程设计和评估学生 另外他们每周还要花两个小时用于提高个人职业水平 比方说分享交流教育心得 学习新的教学方法 所以呢芬兰老师对他们的学生往往非常了解 而且呢他们有能力也有时间针对学生的发展制定课程 对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 老师们往往也能给出专业的意见 那么到底芬兰老师是怎样给学生们上课的呢 在芬兰的一所小学里啊 五年级的地理生物老师正在实验同上一节课 他们以欧洲地理为主题设计了一个课程 老师把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 给每个小组啊一定的虚拟货币 让每个小组分别设计一个欧洲旅行方案 内容就包括当地的交通 时速状况 以及针对所到国家的地理风貌和人文景观的考察 方案的设计呢需要小组合作与交流 学生要使用电脑和网络 搜索目的地的交通接驳 时速价格 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等等啊 各种各样的信息 最终的方案要保证总费用呢 不能超过虚拟货币的总额 时间和行程安排合理恰当有趣 在这个过程当中 老师只提供指导与资源 针对每个学生负责的内容和状况 给出意见 而最后的打分是由学生们互相评分的 老师仅仅是充当裁判 评分呢包括自评20% 他人评分80% 这样的分组课程设置啊 跟我们熟悉的全班式集体统一教学不一样 需要老师对学生有足够的了解 可以这样说啊 在情景教育里面 学生就像进入了角色扮演模式 能否把他们的潜力发挥出来 这就需要老师能够及时地找到 学生的使用说明书 让每个学生都鸡血满满 芬兰的老师就是一个创业者 不断地观察学生每个时刻的表现 思考改进教学方法 尝试着把新的元素注入到日常教学 如此重复不断观察 归纳总结改进 不会错失激发学生潜能的任何一个机会 说到这里咱们来想想 在我们的课堂上又缺失了些什么呢 其次呢 芬兰人对老师少考核不评比 芬兰的学校里面对老师没有严格的考评 芬兰人说 我们的老师都是一样好 学校不给老师做无谓的评比与评分 不给老师打考核 没有督察也没有评鉴报告 家长信任学校的决定 他们相信学校会在学生在校时间 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 而学校则信任老师 相信老师在课堂上的教学质量 不考核老师却给予极大的信任 这对于一直在平定下长大的我们来说 实在是有点难以想象 瓦拉能博士是一家知名中学的校长 他告诉作者说 我不需要去管老师 老师的教学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最后一定都会反应到我这里来 如果我们去管老师 表面功夫又有谁不会做呢 你要什么数据人家就给什么 你一来人家就做个标准的模样给你看 可是那有意义吗 对学生有益处吗 对整体的教学进展有帮助吗 瓦拉能博士的质疑 似乎一下戳到了 实下国内教育的痛点 2015年的皮萨测试中 以北京 上海 江苏 广东为代表的中国学生 排名也不差 高居榜单第十 但是报告也说了 中国教育面临的一些挑战 其中就包括了教师队伍的建设 目前国内的教师评定方式 刚好与芬兰是相反 除了评比考核还有视察 老师往往花很多的时间去应对评比 尤其是上师范课 反而令课堂成为了一场40分钟的教育秀 可是难道芬兰老师的教育成果 就没有任何的评估方式吗 有的 当然有 主要在于芬兰老师的自我评定 老师一年之中都会与校长一起讨论好几回 老师不仅自行制定出一整年的教学目标与教学方法 还要规划下一阶段或者是明年的教学计划 要如何达成 总结去年之中 最令自己满意的教学成绩是什么 为什么会让自己满意或者是不满意 每隔一阵子呢 老师还会收到不同意见与满意度数据 这些数据让老师们对于校方 家长 学生等各方反应 有全盘的了解与反思 从而了解自己的教学方法和内容 引起了怎样的效果和回想 在这个基础之上 进一步修改完善教学目标和方法 而不是以单一的假等 疑等 或者是按人数比例分配来绩效考核 扭曲了老师们的教学热情 芬兰教委会认为 老师教学的目的 是带大家去寻找一个思考和自我学习的动力 而不只是帮学生提供答案 这样的理念 值得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深思 再次呢 在芬兰只有硕士毕业才能上岗当小学老师 在芬兰呢 想当中小学老师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芬兰老师均选自最优秀的学生 他至少拥有硕士学位 同时呢 要有同理心 能和他人合作分享 会面对于处理危机 他要以孩子为中心 能够协助辅导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 我们也有芬兰教育摇篮之称的 约瓦斯取来大学为例 教育系从大约1500位申请者当中呢 先另选出300位进行面试 还会进行心理测试 最后呢 再选取大约90位左右的新生 平均录取率约为6.4% 因为教育不仅是一项技能 还需要热情及创新思维 芬兰第一大报赫尔辛基邮报 做过一项调查 芬兰高中生最向往的行业 就是当中小学老师 高于当总统和大学教授 和世界上很多国家比啊 芬兰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是很高的 他们受到社会的信任和尊重 有高度的专业自主权 有能力学习 才有能力创新教学 教育才会不断提升 芬兰教育研究院院长比喻 在芬兰 老师是最爱学习的动物 可以说啊 芬兰教育成功的第一秘密就是 这里有一群最优秀的人 像真正的创业家一样 把教育当成自己终身的事业 来开拓创造 芬兰教育的第二个秘密是 不放弃每一个孩子 不放弃一个孩子 这件事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芬兰教育呢 则是从制度设计到资源分配 都以平等为出发点 人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 这是芬兰宪法的规定 首先呢 芬兰教育为学习进度不同的学生 进行弹性授课 芬兰教育特别强调 关注学习有困难的学生 学习进度不同的学生呢 通常呢会被弹性编进不同的班组授课 这种分班和国内为了考高分 充升学率而分的快慢班 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芬兰呢 分班是为了找到更适合这些学生的教学方法 而且啊 芬兰的教育部门对所谓的慢班反而投入更多 当学生出现学习困难的时候呢 老师还会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 进行个别辅导 费用由政府负担 在芬兰东部的一家中学里 作者见到了一位教慢班的老师 正常上课的时间之内 一间硕大宽广的教室却空无一人 原来呢 老师安排了学生们到各个商家 比如披萨店、花店、洗衣店、餐厅、快餐店等等去实习 而这些店家都是志愿支持这些学生的 等学生完成了两到三天的实习回到学校 老师呢 会带着他们一起运用食物所学的经验来学习 并且从中讨论生活里的各项课题 校长解释说 这群孩子不太一样 他们的学习方式要从食物方面鼓励 因为他们比较坐不住 学习进度呢和别的学生不同 所以老师们特别设计实践类课程 并且会和孩子一起规划课程内容 从他们感兴趣的去着手 学校这么做呢 是希望他们更喜欢上学 通过这样的学习方式 这些学生在暑假的时候还因此比别人多了打工的机会 这般孩子没有因为学习进度慢而被社会和师长遗弃 反而享有了更多的教育资源和社会关怀 其次 芬兰的孩子不论住在哪里 都能共享一样的优质资源 他们无论在首都赫尔辛基还是在北极圈上学 都有一样的热腾腾的免费营养午餐可吃 有一样的高质量的教材可读 我们前面说到呢 即使乡镇老师也得硕士毕业 具备相应的专业素养 因此呢 不同地区的师资水平不会有很大差别 有些学校在偏远的郊区 公共交通不方便 政府还特意提供计程车接送学生上学 校内环境呢 甚至更胜城里学校 一如传说中的私塾 这也是为什么 参加皮萨测试的芬兰学生 来自芬兰各地 他们的测验成绩却相差不大 所以说啊 芬兰教育成功的第二个秘密 是平等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帮助每个孩子 找到自己人生最适当的位置 找到最大的幸福感 既然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 就没有人可以自我放弃 更没有人有权利去决定 哪一些人是可以放弃的 尤其是还在成长中的脆弱孩子 芬兰教育的第三个秘密是 不推优 不强跑 一点也不着急 芬兰的孩子满七岁才入学 比大多数国家呢 都来得晚 在芬兰呢 有的小学前两年 会让学生们分成三年来读 上预备班 也就是所谓的零年级 可能有人会反问说哈 小学的一二年级 有什么好模 甚至是留级的呢 难道不是赢在起跑线上才好吗 而芬兰人却认为呢 七八岁这个阶段 是人格养成的最重要阶段 急不得 孩子十岁前 是一切学习态度养成 以及阅读习惯建立的基础阶段 即便要多花上一两年的时间 但是 及早察觉到孩子有特别需要 制定适宜的课程 这样一来呢 日后需要为这些孩子付出的 额外辅导资源 反而会降低 其次呢 芬兰的学校不推优 不排名 芬兰的学校系统里啊 没有也不提倡推优 芬兰的孩子在十五岁之前 没有大考 即使是课堂小测试 发考卷呢 也是学生个人和老师之间的事情 本书的作者 有一次走访镇上的学校 遇到一位数学老师 对学生的一次单元测试结果不满意 老师就跟作者说 我不能够将这些成绩发给同学们 我已经和校长说了 必须再想个办法 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大家没考好 是考试题目太难了 还是他们没弄懂 我们再来做一次 之后再测验一回 他说 考试不是要给孩子带来挫折的 考试呢 只是让孩子和老师共同了解 学生对于这门科目的认识到了哪里 这就是芬兰对考试的定义 每学期初 班级老师会邀请家长和学生 一起坐下来 讨讨论小孩的学习目标 等到学期末的时候 老师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果 不是看他的班级排名 不是和其他人比 而是看他是否达成最初设定的目标 芬兰学生没有成绩单 只有学习报告 因为呢 在芬兰 教育的目的是学习 而不是竞争 学校与学校之间 也不会焦虑地去评估竞赛和排名 所有的评估与考试 都是为了让学生知道 哪里去自我改进 为他们提供日后成长的基础 和学习能力进步的空间 考试呢 从来就不是要去错学生与老师的士气 或者成为基凭他人落后不长进的工具 再有啊 具体的课程设置上 也体现了芬兰式的不着急 芬兰学校教育充分与生活教育结合 从而呢 让孩子达到终身学习的基础 在芬兰小学基础教育当中 除了语文 数学 外语 这些通识科目之外呢 还有工艺课 这些很有特色的常设课程 芬兰的男女生呢 从小就开始一起学着打毛线 采缝刃机 运用锯锤纱膜 拼制电路 这些技能不仅实用 还培养了孩子 两性平等的观念 工艺课上没有男女之分 男孩子可以专注地用长短勾针织毛线 脚踩缝纫机 女孩呢 也可以用锯和豹子来做木工 2015年的皮萨测试中 芬兰是唯一一个 女生在科学科目上的表现 超过男生的国家 作者走访芬兰学校的时候呢 也发现 平常看起来娇柔的小女生们啊 在用电器锯子切割木头的时候 一点也不比男生们声色 护目镜和耳罩一戴啊 俨然一副木工师傅的架势 又聚又盯又报 另一个家事经济课 也是一个很有芬兰特色的课程 主要呢 是从做饭 做家务 家庭理财 这三个方面教学 目的是让学生 掌握日常生活技能 学会理财 课上 老师可能给学生一间房间 让他们自己选家具用品 用什么色调的盘子 放什么造型的椅子 既舒服又美观 学生呢 要学会读懂食谱 以及测量食材 他们还要知道 食材的生长季节和产地 懂得营养搭配和食品安全等等 课程还包括 认识一个家庭的 基本经济与预算概念 怎样计划性的购买物品 如何处理和分类洗涤一般衣物 如何整理家里和房间 垃圾的分类与处理等等 工艺与编织 家事与厨艺 一切生活与生命中最真实的事情 就在孩子们双手 亲自去学习的几年之中 点点滴滴地 关注在他们的血液和基因里 更重要的是呢 让孩子学会独立经营生活 把学习和爱家庭 爱生活联系起来 从而呢 更有学习的动力 所以说呢 芬兰教育成功的第三个秘密 就是不推优 不强跑 不着急 在人生的启蒙阶段 启动每一位孩子的那颗学习因子 让他们能受用终身 芬兰教育的第四个秘密是 让孩子爱上阅读 在匹萨测试当中 芬兰中学生阅读能力表现极为出色 而反过来看我们中国啊 可以说 阅读一直是让中国家长很头疼的问题 孩子不知道怎么读 不知道读什么 或者呢 他们根本没时间进行课外阅读 在这一点上呢 芬兰人的做法特别值得借鉴 阅读之于芬兰人 早已是一种普遍的习惯 他们对阅读的重视程度啊 或许啊 就和我们对数理学科的看重一样 芬兰孩子的第一本书是政府送的 那是每个芬兰宝宝都会拥有的诗歌绘本 政府呢 希望幼儿从小就在父母的引勇中 吸收语言的韵律节奏 芬兰人爱看书的习惯 可以说是从零岁开始 孩子入学之后呢 每天的家庭作业之一 就是至少半小时的自我阅读 这半小时的阅读啊 不是说要让孩子拿个小本子 逐一记下自己读过的书名 而是鼓励孩子呢 去读自己爱看的书 以乐在其中为最大宗旨 在学校里啊 老师往往营造群体阅读的风气与平台 依据每个学生的兴趣与阅读深浅 为他们量身选择不同的书册 引导他们乐在其中的阅读 同时呢 学校还采取交互式教学 学生会和老师一起选择有兴趣的青年文学啊 报刊杂志啊等等 学校更会和图书馆 与各个推广阅读的协会组织 一起举办不同形式的活动 让阅读更生活化 再有呢 芬兰的图书馆比购物中心密集 设施更完善 芬兰在1928年就制定了图书馆法 每个城镇必须有自己的图书馆 构成一个密集的图书馆网络体系 芬兰80%的人民使用公立图书馆 平均呢 每位芬兰人每年造访图书馆的次数超过10回 在人烟稀少的地方 芬兰配有专门的流动图书馆巴士 每年的借约量达到740万册 如果偏远地区的孩子们无法去图书馆 那就让图书馆去到孩子们身边 芬兰大大小小的图书馆 无论是建筑还是软装设计 甚至于一张座椅 往往都是出自大师之手 音乐艺术专区 儿童区 往往比娱乐广场设施更完备精彩 图书馆俨然成为芬兰人精神生活里 最奢华的享受 所以说芬兰教育成功的第四个秘密 是重视阅读 阅读被芬兰人视为终生资产 不是资质优异环境良好 书香世家孩子们的特权 而是一项普罗大众都可以拥有的资产 与一生受用的能力 至此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 芬兰教育的秘密 但是这些秘密是从哪来的呢 它并不是一息之间的产物 而是芬兰过去三十多年教育改革的成果 通过这个改革 芬兰的整个教育体制 从以前标准的权威管制方式 改成由下而上的相互信任 才渐渐成就了今天芬兰教育的经验世界 经验的芬兰教育有没有缺点呢 一位芬兰老师就坦言 或许芬兰教育最大的弱点 恐怕就是无法为个别资质优异的学生 提供更具体更特别的内容 或者是针对个别优秀学生量身定制课程 不同于其他国家砸钱办高等教育 芬兰把钱主要投在了人人能享受到的中小学阶段 这种不断强化教育 辅导学习能力低落孩子的教学呢 是一项耗时费力 并且需要庞大教育资源的工作 但是在国际经合组织的评比当中 芬兰被认为是运用教育资源 最高效的国家之一 不过呢 在最新的两次皮萨测试当中 2012年的中国上海学生 和2015年取样自北京 上海 江苏 广东的中国学生 分别排位第一和第十 而芬兰排第四和第五 这意味着芬兰秘密失效了吗 其实未必 只要仔细读读皮萨测试的报告 就会发现 芬兰显然比我们更懂教育 因为它把我们早早就提出的 尊师重道 天生我才必有用 有教无类的理念 这几十年来 一直脚踏实地地落实下去 而在芬兰之外 同是亚洲国家的日本和韩国 在历届皮萨测试中 也有不俗的表现 在2015年的测试当中 日本排名第二 韩国排名十二 日韩两国与我国一一带水 文化相似 但是相比之下 他们的教育理念 反而与远在北欧的芬兰更相似 他们同样的重视教育的平等 不刻意地去评比优劣 他们也同样注重生存能力 与公民素质教育 提倡从良好的生活习惯 和道德品格做起 要求每个孩子管理好自己等等 这些理念和做法都和芬兰的教育理念 异曲同工 对基础教育的实际投入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教育的公平程度 无论置身于什么教育制度之下 家长都向往自己的孩子能享受优质的教育 当公共基础教育不能满足这个需求的时候 教育就没法做到真正的公平 即便我们刚才说到的重视教育平等的日韩 也依旧存在着择校、补习班等等现象 而芬兰在这一点上 值得我们学习和关注 和芬兰在这一点上